佛菩萨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心要专一用在道上 不能分心 分心你自己会照顾自己 佛菩萨就不照顾你了 你一心在道上 根本不分心 佛菩萨就时时刻刻在观察中 望尽还原观上讲得好 三种周变 第一个是信息 周变法界 我们起心动念 变法界徐空界 这是法身菩萨都知道 没有不知道的 我们身体状况他也知道 为什么身体状况是物质 物质有波动现象 这个波动现象 每一个波动现象他都知道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也没有 所以我们身心状况 佛菩萨清清楚楚 我出学佛的时候 我出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告诉我 我出学佛的时候 真正发心 学生 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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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 都有佛菩萨照顾你 你自己不要操一天心 我相信 我接受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身心操过心 一切随便随它去 倒是 为我操心的人 还真不少 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化身 我不知道 也许有 所以 死心踏地 一条路走到底 将死身心 风尘差了 事则名为 暴风 要经得起考验 要能受苦受难 佛教我们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世尊给我们做出榜样 张家大师教我 要走 释迦摩尼佛的路 跟释迦摩尼佛学习 我们就没错了 这条路时间 我们走了六十年 有六十年的经验 能走得通 古圣献献的例子太多了 都是我们的榜样 最近 李宾南老爵士 就是我们最佳的朋友 我跟他审言 我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一生 能保持身心清净 不为境界所转 你就会有成就 所以 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这是古圣献献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